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得比较粗又黑表示向量 那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呢 在我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向量都是这样子 翻开书都是箭头 有一个效应 就是看了五分钟头就晕了 都是箭头 所以后来改进成为这种样子 那我们写为什么又不这么写要这么写呢 因为你这样子写的话 你写一个字要描个半天 描个半天 那么到底多出才算了 那么所以不方便我们写还是这么写 记住以后都要这样子 然后呢 一个向量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的方向跟大小 把它分开来写 比如说这一格一格就是一个单位 一公里或者一公尺 或者一公尺 每秒一公里等等 这个叫单位向量 那么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就是七个单位 好 于是这个向量A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U 方向是这个方向 大小是A 没有打箭头 就是代表A向量的大小 你也可以这么写 先写大小 再写单位向量 这个单位向量不一定要用U 比如说迪卡尔坐标 我们用IJK 表示在XYZ轴上面的单位向量 也可以 也有的书上是用这个表示单位向量 也有的书上是用R 比如说 用R表示单位向量 很多方式 那么像这个也有的用X